民生物价掌声响起 便利商店的泡面这两天已经开始涨价 像是统一科学面涨了两块钱 满汉大餐现在一碗要53元 消费者抱怨说比一个便当还贵 另外包括了维利等公司的泡面 还有饮料跟香烟等等 也传出下周就要涨价 便利商店架上泡面换过新的价目表 满汉大餐原汁真味牛肉面 一碗原本48元 今天起53元 阿Q桶面一碗原价30元 今天起35元 科学面一包也从8块涨到10块 一个便当45块 这比那个泡面还值得薄 对不对 何况泡面贵得要命 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老百姓觉得不知道后来要怎么做 全家超商昨天率先涨价 7-11 OK捷来二付 今天起陆续全面调涨 由于统一泡面市占率超过一半 调涨动作也带动了维利 魏丹以及魏王等厂商有意跟进 目前传出从下个月起开始陆续调涨 涨幅7%到20% 泡面几乎在同一时间寒涨 而且便利商店也同样调涨售价 目前公平会除了要查物价外 也要查泡面厂商或便利商店 是否有联合涨价行为 有违法联合烘台或联合涨价 那这个联合就是说他们之间有合一要去做一个违法的行为 我们一定延除 由于国际原物料居高不下 冲击到国内业者 并且陆续调涨售价 目前传出冰品 饮料 烟品也即将在下周期陆续调涨 至于涨幅是否合理 公平会已经派员稽查市场价格 一旦发现厂商有联合哄台物价情形 将因公平交易法 违规业者最重可罚2500万元罚还 记者 沈小青 陈昌伟 台北报道